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 他姓孔,名字叫邱 因为他是中国古代有名的老师 人们都尊敬他,就叫他孔子 两千多年以前,只有有钱的人才能读书 孔子认为有教无类 只有不论是贫穷的人还是富有的人 都应该受教育 孔子也认为应该是教 因为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和爱好都不一样 所以教育他们的方法也不能一样 有一天,孔子讲完课 就回到他自己的书房 直楼匆匆地走 走进来 大声地问孔子 老师,如果听到一个正确的想法 就可以立刻去做吗 孔子慢调思虑地说 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 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 孔子马上回答 孔子出去以后 孔子出去以后 然有悄悄地走到孔子眼前 小声地说 老师,如果我听到一个正确的想法 就应该立刻去做吗 孔子马上回答 对,应该立刻去做 孔子马上回答 怎么想法呢 孔子说 孔子马上回答 所以我要多鼓励他 但子虏勇敢 可是做事不仔细 所以我希望他做事情 多问问别人 多问问别人 孔子也常常说 三人行 比有我是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看见别人 我们就要学习 但是看见别人不好的地方 我们就要想 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确定 如果有 就要赶快 就要赶快改正 再学论语这本书 再学论语这本书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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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